近日,莫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,火箭还将对阵容进行升级,这也宣告着未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。 火箭队将再次开启补强之路,去美国媒体爆料,火箭队已经正式开启了后续交易谈判,而莫雷有意用卡波克洛加乃特加克里斯和布发现金交易,预划来黄蜂队小前锋巴图姆,巴图姆近几个赛季陷入魔咒,无法摆脱商品所困扰,也没有打出与身家相匹配的数据, 而黄蜂队也在今年夏天试图交易,包括核心控位肯巴沃克在内的所有球员,以图推倒重建,而巴图姆早在球队清洗的名单之中。 火箭送出的筹码包括奈特和克里斯等球员,克里斯的潜力仍未挖掘,黄蜂也可以把他当作未来的核心培养,奈特的实力由目控堵,但是伤愈后的状态依然是未知,如果他能恢复到伤前的水平, 对黄蜂而言就是大赚,可以放心将肯巴沃克交易出去,换取高顺耐的选秀权。 反之,如果奈特无法打出预期的表现,货财或交易都可以作为球队的选项,阿图姆上赛季出战64场,场均31分钟的时间里,可以得到11.6分4.8篮板和5.5助攻,是一名十分全面的小前锋,也是火箭队急需的风险类型, 而他超于常人的长臂也将是火箭面对勇士的最佳武器之一,上赛季,巴图姆也把受伤并侵扰,对于2400万的年薪而言,现在看来确实有些溢价。 这也是黄蜂有意送走他的原因,火箭得到巴图姆后,小前锋位置上得到补强,虽然巴图姆的进攻能力下滑,但是他的防守能力正是火箭急需的。 此外,巴图姆和安东尼勒都可以出院无效阵容中的四号位,北京时间体育频道影子前方。